他命颱风的风雨当中传来哭泣的声音 这是妈妈得失孩子落水失踪交集哭喊 26号 颱风的风雨当中 云林水林乡一名九岁男童落水了 颱风来袭 附近大牌堵塞淹水 九岁男童跟着种田的爸爸出门损残醉 小朋友滑倒跌落大牌 爸爸赶紧跳下去救人 但是水流湍急 小朋友一下子被冲走 救难人员来了 他们拉着绳索一字排开 沿着大牌地毯是搜寻 南童落水处的水沟宽度大约三公尺 深度两公尺 附近有抽水站在旁边抽水 雪量跟流速都很大 台风来袭 沟取水流大增也特别湍急 26号大批人员搜寻都没能找到 夜间收队 天亮再度寻找 27号上午7点多 在西温底抽水站的节流网 发现南童已经断气 悬货地点和落水处相距大约一公里 南童有可能在落水之后被卷入寒洞 再流到抽水站的节流点 当时不顾大水 跳入沟中搜寻的父亲抱着孩子悲痛不已 TBS新闻张崇敏 吴淑萍云林报导 TVBS大运动家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